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有调查显示,让消费者到商店取包裹和退货的方法,可以提高他们继续购物的几率 许多美国网络零售商是由传统零售领域转型而来,还保留了很多实体店 因此大力推行网上购买实体店取货的策略 这样一来,顾客到店取货时往往还会在店里买上一两件商品,进而促进了销量 一些没有实体店的轻轻网络零售商也与传统零售店合作 与方便顾客,增加顾客年薪,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店里取包裹 明年这个人数会继续增加 UPS销售总监Bao Adanish表示 很多零售商推出免费送到商店的快递模式 以提高商店客流量 这项调查发现,为了和亚马逊这类只做网络零售的企业竞争 零售商采用了一种多渠道的销售策略 利用实体店及其库存来完成网络订单的配送 比如你在网上订了一件毛衣 卖家从当地没吸百货公司发货 或者是卖家让消费者到附近商店取网上预定的电视机 这个策略不仅可以节省另外建立配送中心的费用 还可以让零售商有效利用他们现有实体商店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 绝大多数受访者更愿意到实体店退货 61%称他们更喜欢这种退货方式 另外39%表示会把包裹寄回去 调查显示将消费者吸引到实体店可以明显提高其他商品收出的几率 在网上退货的消费者 其中不到一半的人会继续在网上购买其他产品 而70%到实体店退货的消费者会在店里购买其他产品 到实体店退货更方便 因为你到了店里完成退货后马上就可以拿到退款 然后你还可以在店里逛逛买些其他东西 Mr.Danny说道 这比网上退货更省事 而且消费者到店里退货后 有很高几率他们会利用刚拿到的退款购买其他产品 调查表明 40%消费者有过一次跨境网购的经历 其中有一半是因为国外产品更便宜 如果美国没有这种品牌或者没卖这种产品 消费者也会上网在国外购买 免运费对于网购者来说仍然最重要 在网上购物结账时 60%消费者会继续购买其他产品 使订单金额达到免运费的要求 去年这一比例为58% 社交网络对网购的影响越来越大 四分之一受访者称他们的购物决定受社交媒体影响 其中Facebook的影响力最大 23%的人表示他们是从这个网站上搜索产品信息 11%消费者的购物决定受Facebook影响 挺去致和YouTube影响了8%受访者的购物决定 Twitter和Instagram的这一比例为5% 字幕eton 感谢观看